你亲爸爸一口吗 你爸爸亲你一口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淋浴房里边的水垢 水垢非常的厚 非常难清理 水柔套上也是 我们尝试过很多清理方法 有洗衣液 我们用洗衣液清洁一下 很难刷 很难刷干净 地板清洁液 先让我们试一试地板清洁液行不行 都清洁不干净 魔术挖布 我擦的非常用力 一丁点的改善都没有 当然这三个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然后白醋还有洁测液 这些酸性的物质 确实有一定效果 把醋倒在上面 这是我们擦了很多次的地方 明显干净了 下面这儿还是脏的 我也没想到到头来 我们居然会用洁测液来使 干净了不少 这下面就是原来的模样 但是清理起来 还是感觉特别的费劲 一个地方要擦很久 经历了那两期视频之后 在各大网友的提点下 我们找到了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三聚前岸海绵 我们一次性买了一大坨 你不要打扰妈妈拍视频好不好 来过来过来 爸爸抱你 三聚前岸海绵 也就是传闻当中的科技海绵 我不太相信它能有什么效果 但是它的呼声很高 咱绝对没有买错 第二就是柠檬酸 这个它上面还是专门写着 是用来储水垢的 这个也是呼声很高的一个东西 第三 WD40 我不知道是哪位网友 有这样的想象力 总之 应该是有两个人这么说吧 你亲爸爸一口吗 应该爸爸亲你一口 首先是试这个三聚前岸海绵 这三块玻璃的非常脏 我们就试这块 这个位置能看到吗 冲一下 有改善吗 完全符合预期的就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脏得要死 只用这个三聚前岸海绵 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不知道那些网友的意思 是不是在使用这个三聚前岸海绵的同时 还要配合使用柠檬酸白醋之类的洗涤剂 不过我不太理解的就是 它来配合洗涤剂会比抹布配合洗涤剂 它优势是在哪儿 尤其我们的二号选手柠檬酸除垢剂 它上面的说明书是这样的 感觉更像是用来去除一种烧水壶里边的水垢 不过第三个它说可以用来擦 那也没有说具体浓度 它里边的介绍是说 一个烧水壶大概是用40到60克 我们这回可能工程量会大一点 泡的这个浓度更加高一点 来我们给它弄个半瓶 这个一瓶是250克 我们弄个半瓶 浓度够高了吧 给大家看一下 管高 烧水啊 好 水咱们也不要装太多 保持它的高浓度 这个水它变得好冰啊 它应该是一种吸热反应 我会你摸摸看 这个绝对不是常温 这个比常温要低 是吧 好冰啊 能融掉 基本上融掉了 依然是刚才这个位置 重新攻克一下 很明显 很明显吗 你有没有听到那种丝丝的声音 那个是老妈在那边做菜 还是说是我们这儿发出来的 你摸过去好明显啊 看一下 朋友们 看到没 你站住人这个水就能看到哪 朋友们 看到没 没了 非常非常的显著 它需要可能半分钟 一分钟的反应时间 可以可以 我们家水购最大的重灾区在这儿 大家看 这儿 咱们就擦这一片 也是需要一些反应时间 蛮久的 朋友们 看到没 我这一边已经变得是 听到声音没 已经是光滑了 然后这个 这个摩擦的声音 这就是区别 事实证明用酸是有用的 而且用柠檬酸效果非常好 但是用柠檬酸的话 你需要在一个位置去反复的搓台如此 我们试一试用那种喷嘴 把柠檬酸喷在上面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清理 我怎么样 OK 这边还是很大吗 来喷一下 感觉这个雾化的太严重了 不需要这么大的雾 还是用量还是不小的其实 喷在上面了 十分钟之后来看看效果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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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紧急情况 没有及时的清洁玻璃 结果 这上面有一层像胶状的物质 这是什么回事 水挥发了 但是柠檬酸不会挥发 所以它就凝固在上面了 用水一冲就冲掉了 哇 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可能是因为我们柠檬酸这个浓度太高了 竟然出了个突发事件 我们实在是没料到会这样 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三号选手 WD40 这块玻璃 是我们早就打算要留给WD40了 大家看到了吧 很明显 然后万能金属清洁剂 哎呦 手的臭了 然后就是要说一点 WD40是不太适合直接接触皮肤的 上次我不小心让它喷到了我的大腿上 给我养了一晚上 清水还先擦一下 有一些摩擦的效果 但是刮不干净 好了朋友们结论出来了 这个是被我们用手强行搓的 看起来稍微好了一点 然后这边我们又喷了一下 就没有任何的变化 也就是说WD40对于清洁这种玻璃水垢 是几乎没有作用 朋友们15分钟到了 当时我们的柠檬酸就是喷的这下半段 现在冲掉 是外面吗 外面是基本干净的 它里面还是有一点 一点一点的 是不是要用那个三聚起爱海绵 才能刮掉 那你能够试吗 你好像是对的 嗯 真的耶 WD40肯定是一点用都没有 留来干别的事吧 三聚起爱海绵 它的物理结构 让它很容易刮掉一些玻璃表面上 正常用抹布可能处理不了的东西 比较省力的做法应该是 先把柠檬酸喷到一整块玻璃上 然后等个三四分钟 就它还是湿的时候 拿已经被柠檬酸水浸湿过的抹布 或者这种三聚起爱海绵 它去擦 抹布的好处是面积大 但它有可能会搞不干净 三聚起爱海绵 它面积小 但是它基本上能搞干净 最后再用水去封玻璃 朋友们 经历了三期视频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一套 清洁水垢的办法 从用什么道具 到应该用什么方法 咱们算是总结了一下 虽然它要比我一开始设想中 像洗碗一样轻松的 把上面给擦干净 有一些差距 但目前来看 这应该是耗费的精力最小 花费的力气也最少 最快的清洁水垢的办法 好 这是神奇买家 希望我这期影片能对你们有帮助 喜欢我 不要忘了按个赞 然后订阅一波 咱们下期再见